一个人生活到底怎么给背后贴膏药 看了这个韩国男爱豆的生活 终于给我解了货 视频中顶着鸡窝头的男人 是韩国男团Shiny的成员惊奇犯 这天他下午两点起床 因为前一天疯狂跳舞 导致今天没有一个关节是不疼的 在贴完眼前所有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后 他犯了难 求助自家狗无果以后 他决定自力更生 只见他把膏药反面放到沙发上依次排列 然后小心翼翼的确认了一下位置 请记住他现在开心的样子 因为膏药里面有辣椒素 贴完以后不能剧烈的运动 但忙着遛狗的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在脑后 于是十几分钟后 他的后背被膏药烫得像腊肠披萨一样 抢救完后背 他就已经耗尽了一天的能量 但别误会 这不是男爱豆太虚 而是韩国人把睡眠进化掉的后果 在这一天之前 他为了准备solo专辑 已经整整48小时没睡觉了 凌晨3点收工回到家里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摘下假发片 再卸掉厚厚的妆容 最后是一人必备的护肤环节 你以为做完这些 他就要睡觉了吗 并没有 因为准备MV的拍摄 他已经很久没吃过碳水了 于是这次报复性地点了炸鸡炒年糕米肠 这类热量炸弹 准备一起炸了吃 吃完这些时间 已经来到了凌晨6点半 普通人开始起床工作的时间 他这边刚刚入睡 所以就算不觉了 也很难消除疲惫 而这样的作息紊乱 几乎成了韩国爱豆的常态 还有一次 他在家里放着K-POP热情努力运动 看到这里 是不是会想到在家放MV做燃制运动的自己 但其实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半 谁家好人会在凌晨2点半做运动 原来是惊奇饭 因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菜 被MBC邀请参加早间新闻节目 为了能让自己以最完美的状态出镜 他连夜做消肿运动叫都不睡了 甚至把自家狗叫起来 凌晨3点为了早饭再走 你说他着急吧 他还坚持用手端着狗碗喂完狗再走 你说他不急吧 6点的节目 他还要坚持凌晨3点就出门 只能说 韩国人已经卷到狗都不放过了 调制笑和咪咪的生活方式 都是女爱豆中的急与急吧 作为四代同亲女团 TWISE和Oh My Girl的成员 两人都以极简主义开始了独居生活 然而方式却偏差地别 调制笑这边是所有妈妈眼中的理想女儿 一天的生活 丰富到像我活两个月的浓缩 岛山道中一想 一刻起床 并且叠好被子 房间里的一切都摆设得整整齐齐 而这调制笑还觉得不够 先是去洗个衣服 再把家里绿植的叶子全都擦上一遍 接着开始插花 然后把自己接触过的所有地方再擦一遍 无论做什么 都是干净利索的类型 就连出门的私服也是一次性选好 接着就是空腹出门做普拉提 被问到一大早 就在这空中一次马会不会累时 调制笑用最开朗的笑容说 最狠的话 不认识 然而 咪咪这边的独居生活 简直是过上了我小时候最向往的日子 首先 睡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多余的家具全都扔掉 所谓的床 就是一个床垫 家里最多的家具 是猫爬架 请来第一件事 就是撸猫 然后用妈箭打的姿势 先吃个冰淇淋开胃 会收集所有冰淇淋最新口味 堆满冰箱 因为喜欢吃生鱼片 所以早餐就是生鱼片 还要就着冰淇淋吃 难道 咪咪这样的生活 真的不会被妈妈骂吗 笑死因为家里沙发都扔了 妈妈根本不会来 还能有效度绝社交 而另一边的朴志笑 练完普拉提 终于去吃了饭 以为他吃完 就会回家休息并不 他又开始一个人 特种冰式的逛街 回家以后 又开始一刻不停的整理杂物 就连观察嘉宾都在吐槽 此时的咪咪 正在和小自己 15岁的小学生朋友一起玩 甚至小学生朋友 看起来比咪咪还要成熟 熟悉食物的养成 专注吃不会长肉的菜品 六连主持人看过以后都在说 虽然两人的生活态度是急与急 但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 只有经济独立 才能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所以不管幼稚也好 成熟也罢 都是在填补自己童年的梦想罢了 当代人如果离开手机会怎么样 这个韩国艺人试过以后 卡点弄丢了亲爹 因为想要度过戒网瘾的一天 赵成 除非拿锤子 直接暴力破坏掉 不然中途是绝对拿不出来的 保守起见赵成又只定时了10个小时 接着就拿出了拥有岁月痕迹的MP3 准备回老家看父亲 因为没有手机做导航 原本是一个小 被爸爸当成诈骗 当场挂断 回到老家第一件事 就是浑身找手机 才想起手机被锁在了箱子里 而此时最磨人的是在屋里 遮着蜜蜂跑了10分钟以后 他开始用乐器消磨时间 没有手机 在逛完超市以后 只能拜托爸爸的朋友 给爸爸打电话 接自己回家 然后他关顺地坐在门口等待 不能太极端 手机作为现代科学进步的产物 可以适当远离 但不能完全脱离 来 来吧 我们下期见 by bwd6